所以不是只有抱歉 该做的公平正义就是该做 侯友宜政策连发 抛经济政策 拓展国家裁员 把脑筋动到有钱人身上 打算课征富人税 总和所得 进而在一千万年以上者 且薪资所得不到三成 就很多都是业外收入 你的薪资所得不到三成 开征所得税是45% 要缩短贫富差距 侯友宜开第一枪 课征富人税 难道不担心造成 台湾企业主出走潮吗 超过一千万的部分 会由现行的税率的40% 提高到45% 其实因为中华民国的税率 最高就只有到45% 所以我们用最高45% 那今天就会你要去想 一个企业家 他会不会为了 他超过的部分的5% 会去离开台湾 他既然能力所及 多贡献一点来帮助国家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他们的优先选择 富人税出估将带来 150亿税收 但在万物皆掌 唯有薪水动涨的年代 侯友宜还瞄准台湾青年 低薪家庭所得税减半 当然还有提高基本工资所得 欧友宜在这里承诺我们所有的劳工朋友 在我认为基本工资联调升会达到三万三千元 明天人做不到我来做 政策牛肉一道接着一道 连好久不见的竞选办公室执行长金浦聪也亮相 刻意出面放风 撇清跟党章不合故意请假的消息 不让花边新闻影响侯友宜政策版面 继续游戏